你聪慧过人 只要肯静下心来 定能将清月房的所有官窍 绝通绝透 将来成就 远胜于我 想好了吗 秀山是我的儿子 你不能阻止我与他见面 这是第一 第二 除了不能出人家的大门 人家其他的地方 我尽出自由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 我不是什么曾姨奶奶 我是曾小姐 这三点我都答应你 姐姐 你不可能关我一辈子 我迟早是要出去的 你想把人家这一摊子扔给我 自己图清净 我不答应 你是秀山的青鸟 这是你的责任 可是族谱上不是这么写的 族谱上 你才是她的母亲 姐姐 不管你想做什么 在做决定之前 一定要多想一想 想一想人家这一大家子人 不要一一孤行 走 儿子拜见母亲 给母亲请安 快起来吧 快起来 给你的娘亲磕头请安 儿子拜见娘亲 给娘亲亲 请安 快起来 孩子 你娘是个才女 学问好得很 不会输给你的冯先生 以后科业上有什么不懂的 都问问你娘 娘亲 你是否以后 我可以经常去见娘亲吗 以后你娘亲啊 就跟我们住一块 娘亲 我很开心 我真的很开心 她跟熊山在一起 娘亲也很开心 既然进了人家 教学人家的课思之道 姐姐的意思是 要教我课思 你忘了 我是会课思的呀 你以前学的课思 只是聊以消遣 我现在要教给你的 就是人家传承 数百年的课思之道 静手 人家在苏州经营侵乐坊 已有两百年 历代祖先搜集的 精品织物都在这儿 可思一道 只有亲手触摸过 这些名家名作 揣摩过上乘的技法 才算是真正的入了门 这两百年的积累 就是人家的底气所在 可思传承千年 不但创作耗时费力 前后的工序更是繁琐 养残 养残 骚丝 重燃草 提炼燃料 二十多的工序 黄黄相扣 缺一不可 在每道工序上 我们人家都有独到之处 我们一年养三次蚕 春蚕 早秋蚕 晚秋蚕 夏日不养 因为天太热 蚕容易生病 我们人家能养出寿残 寿残 寿残吐丝更细 织出的沙更轻薄 怪不得人尸残一杀 民贯俗中 骚丝要注意用水 以水清为药质 山水不如河水 植水不如流水 我们家一般饮用太湖的水 得出的丝 细缘明景 白净柔韧 上好的燃草 都是精心伺候长大的 我们人家在城外 还有几十亩重燃草的水田 这样才能保证 清月房的燃料工艺 此外还要雇专人 去开采燃料矿石 一些稀有的矿石 甚至要寻访今年 才能找到 这蓝殿是用蓝草和石灰 混合制成 这紫红是用紫草和明帆 眉染制成 这飞色是用苏木和明帆 眉染制成 这黄色是由枝子和醋 混合制成 只是这种枝子黄 暴晒衣褪色 只能用于室内的织物 室外织物那种黄色 是由淮花蕊 加上明帆 或者是清帆制成的 走 这是我们人家的木匠房 当然宋师傅 是从老太爷那边开始 就给我们人家 制作织机和锈架的 选用的都是上好的木头 细心打磨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你复原双面客的织机 也是请宋师傅改良的吧 不是 人家的人才多着呢 要当当家人 就要知道 怎么用这些人才 来 这是北宋的宝像花纹 夜改堂的奢华富贵之风 变得更加的清立写实 规整 简约 客资的手法 更是有独到之处 你看 这个花心 纬线细密 向外逐渐粗疏 这样花叶 就更显层次 最后一步 便是将前面每一个环节汇聚而成的新牢 在自己手中融会贯通 跟着姐姐一路看下来 如今真的是明白 这一针一线 排之不易 你聪慧过人 只要肯静下心来 定能将清月房的所有官窍 绝通绝透 将来成就远胜于我 大奶奶 您不是盘过账了吗 怎么还在写啊 这不是账 这是我多年来 关联人家的心得 您写这些做什么 我怕忘了 所以想要早些整理出来 送去学堂的礼策 都送过去了 送去了 冯先生说 秀山少爷聪明名利 收了一个这样的弟子 十分欣慰